圣经 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 耶和华对阿伯难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有只是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周座你的 我必赐助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神在圣经中明讲 哪一个祝福以色列 神必祝福他 但是哪一个就在以色列 神必就在 撒加尼亚书十二章三节 那日 我必赐赐老杀拿 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 当作一块重石头 凡举起的必受重伤 代表成为十二十五个人 每一个部份都赚好 祝福喻宇宙年代 到十二十五个人 而负赐佛 倘宿 他的与一个人 和特别的事 凡举对 一九九一年 美国为求达至所谓中东的和平 开始强迫以色列各地求和 与其他中东国家进行和谈 签署马德利和平条约 但是按照圣经 出埃及记23章32-33节 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陋约 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 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 你若侍奉他们的神 这必成为你的网络 原来 神是绝对不容许以色列将属于他们的土地 分送给其他的外邦人 美国行了神眼中的恶事 带领全世界成为以色列的敌人 举起了这块重石头 灾祸速速临到 在48小时之内 神必审判所有恶代以色列的敌人 1991年10月18日 老布殊公开召集苏联 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参与马德利和平 48小时之内 美国发生史上最大的火灾 澳克兰大火灾 火灾造成百年一遇的财物损失 庞大程度 属于1906年三藩市大地震之后最大 3354间房屋 430座住房被销毁 财物损失估计高达15至20亿美元 1991年10月30日 老布殊在召集马德利和约的时候说 以色列一定要放弃西岸 哥兰高地 加沙 以色列一定要接受讨论 并放弃耶路撒冷主权 同日 美国挂起史上最大的风暴 逆向走了一千里之后 直吹向东岸的卡来罗纳州 构成大灾难 这场巨峰虽然无名字 但因着它是历史性的巨大 可怕 所以被称为 完美风暴 1992年8月24日 马德利和约会议 决定转到美国华盛顿族坛 同日 挂起一场当时美国史上最大的巨峰 安德鲁 吹进南佛奈利达州 打破当时所有的风暴记录 1993年2月18日至25日 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前往中东作探访 并且采取强硬的态度 要求以色列履行模约 同样 24小时之内 当时美国史上最大的恐怖袭击出现 2月26日 一辆停泊在世贸商指大厦停车场的汽车发生爆炸 导致六人死亡 超过一千人受伤 五万人疏散 损失达七亿五千万美金 1993年3月10日 美国秘书长克里斯托弗 宣布 美国在中东的和平 已经捕捉到世界的注意力 并且得到世界的参与 以色列总理拉班 为了响应上述的讲话 被安排在3月15日至17日到访美国 就在这两件事件中的数日 世纪风暴吹袭美国 龙卷风相隔在美国的国境出现 这场风暴直接影响美国26周 一亿人的生活受到影响 风暴一度遮盖美国三分之一的国境 损失60亿美金 270人死亡 1993年4月27日至9月13日 经过五个月的秘密和谈之后 美国终于成功要求以色列放弃耶利哥 西河 西河 加沙等地 给予巴勒斯坦 并在9月13日 在白宫的后院签署调约 同样 5月至9月期间 美国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 中西部多个州份 遇上228年以来水位最高的反腊 上百吉河堤受到破坏 六百条河流氾滥 150条河道受到影响 短短六个月的时间 美国损失总值达到260亿美金 事件中的9月1日 头条新闻高兴地去报道 以色列大量各地成功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愿意同以色列和好 同一日 一个名为Emily的巨峰 吹集笔卡内瑞州 吹集笔卡内瑞州